好我们来看群球现场 共军虽然在台军 这边有告一段落了 对台的军演告一段落 但是在渤海跟黄海的军演 还是不断 好现在再把时间 交给真容了 好那我完全向时间 我们先带你来看到 解放军在日前就宣布说 对台军演是告一段落 但是呢 其实现在还是持续在 南海 黄海 渤海这边来军演 11号的时候 他们就宣布说 在南海结束了 为期三天的军演 那么另外呢 也会持续在黄海 还有渤海这边 会有军演的演训 而中国大陆外长王毅 他日前就表示说 会跟东协国家 一起坚定维护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的这样的原则 并且说要有智慧的 处理南海的问题 这个宣言 再加上在南海这边的军演 也就是预告着 美中双方的势力 将会在南海这边 来持续拉锯角力 当然了 现在因为解放军的军演 不断也让美日两国 有所警觉 有所紧张了 所以两国就决定要反制 根据日本媒体 共同社的报道 日本航空自卫队 昨天就宣布说 9号和美国空军 在冲绳这边 周边实施了 共同训练 那么双方都有 十架的战机参加 而日方也表示说 这是为了要提高 日美共同应对的能力 进行的战术训练 不过现在外界 也很关注地说 这个美军雷根号 现在的位置到底 它会不会经过台海呢 不过现在根据北京的 这个南海战略 态势感知平台的观测 他说呢 这个雷根号 目前位置 其实还是在日本的 一个小岛的外海 这边来转圈圈 那么专家就分析说 它通过台海的可能性 是非常小的 当然这也是美军的布局 跟盘算了 因为呢 这是不符合成本的 而且说 现在如果真的是 通过台湾海峡的话 当然增加的就是 区域情势上的风险 不过美国媒体 纽约时报 现在有一个进步的分析了 就分析说 共军日前对台的 这个围台模拟的训练呢 其实是想要对外展现 威吓的效果 但是纽约分析说 这样的效果 恐怕是适得其反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报道当中分析说 这样恐怕会让台湾人 更加相信说 在美中两大强权的对峙之下 需要展开的 还是自己的外交实力 还有经济跟军事方面的活动 而另外来看到 其实呢美中他们也持续在科技领域上头来对抗 之前美国总统拜登 他就签署了 晶片法要加强的是发展美国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当然他也一直拉拢盟友加入他所谓的晶片联盟 好比就是南韩 不过南韩政府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 主要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也怕得罪中国大陆 但同时间呢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个晶片的产业 可以越来越精进越来越发展 那么南韩司法部呢 今天就做出了一个特赦 表示说 尹熙悦他已经特赦 因为贿赂罪遭到判刑的三星电子的副董事长李在荣 而李在荣他也得以重返三星并且掌权 外媒就分析这样的特赦案 有助于三星因应全球半导体缺货在内的挑战 协助南韩当局因应美国晶片四联盟招揽的压力 也得以继续展开接班三星之路 另外呢 尹熙悦表示说 希望特赦有助于帮助南韩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 因此这一次除了李在荣被特赦之外呢 乐天集团董事长也在特赦的名单当中 路透社就报道这项特赦仅具象征的意义 因为李在荣其实服刑18个月之后 他就已经假释出 实际上来关注的是 时隔22年北京再度发布对台政策白皮书 那么现在香港的媒体就进一步分析了 新版的这一份白皮书里头 并没有承诺台湾有自己的军队 或者是承诺北京不派军队驻台 显示对比前两份白皮书来看 其实这一国两制的内涵有所更动 相隔22年大陆第三度发布对台白皮书 不但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对于一国两制的内涵有重大变化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导致两岸关系紧张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香港民报指出这次的白皮书并未承诺 统一后台湾可保留军队或是大陆不派军队 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 但这部分在前两份白皮书都有相关表态 而香港星岛日报更是拿过去两份白皮书做对比 1993年版本称统一后的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 享有高度自治权 2000年版本称统一后将实行一国两制 台湾可以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中央政府将不派军队和行政人员驻台 但2022年版本仅表示将积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 尽管重申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 不过多了弹书就是得先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还强调一国两制的前提是 两制属于一国被称为是本次白皮书的紧箍咒 而美国之音则认为新版白皮书显示 若两岸统一将给予台湾更少自治权 我觉得中国的行动是在社会中的经常人 贝洛西访台后北京对台湾动作频频 从大规模军演到公布新版白皮书 驻美代表萧美琴接受CN访问表示 不会让陆方恫吓成为常态 白皮书的发表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 民进党当局百般诋毁恶意攻击 再次暴露其顽固谋独挑衅的政治本性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回应 民进党当局百般诋毁 充分说明白皮书打众要害 表示相信一国两制将被广大台湾同胞重新认识 理解接受 陆委会则批评两岸互不隶属 台湾兼具一国两制才是台海现状和事实 即将蔡清全报道 日本得人天皇的独生女爱子公主 在去年12月满20岁的成人礼时 她婉拒依照传统打造的专属皇冠 她直接借用咕咕的二手皇冠 今年宫内厅再度编立了3000万日元 折合台币是685万元的皇冠预算给她 但她还是婉拒了用税金制作新皇冠 根据日本的女性自身周刊报道 郭内厅在编列明年预算的时候 列了一笔就是要给她制作新皇冠的费用 但是爱子传承了她的父亲德仁天皇 跟母亲雅子皇后的简朴作风 加上近年来日本国内的疫情还是未停歇 而且各地酷暑水患不断 所以她坚决反对制作新皇冠 这样的简朴体恤民情的作风 让日本民众一片脚好 好继续我们来掌握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位在佛州海湖庄园的住处 日前遭到FBI搜索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 消息人士透露 FBI的干员在找寻物品当中 包括涉及核武的机密文件 现在FBI大动作搜查 前总统的住所行为 在美国史上也是十五千零 那么就有机密资讯的一些专家表示说 这一次的罕见搜索行动凸显了美国政府官员 对于他们认为机密的资讯 可能落入有心人士手中感到忧虑 川普第一时间跳出来 说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 还有联邦调业局的行为 实在很夸张 只会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国家 但如果川普真的被搜到被发现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有高度机密的档案 有不当的处理 情势将对他不利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